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月歌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也祝朋友们新春愉快,牛气冲天 新的一年当然也有请朋友们继续来支持我月歌和我的频道 现在是2021年2月17日星期三 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的所谓的溯源工作 谭德赛,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可以说是焦头烂额 他的这个状态可以透过日内瓦当地时间2月15日下午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的一场发布会就能够看出来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溯源团队至少有三位专家 被一些媒体称为有通中或者说通共的嫌疑 当然相对温和的说法就是呢 他们看上去显得比较的红色 我们也会做一些梳理 那么先看今天的特写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了 那么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激烈的博弈 透过这两个国家媒体记者的提问也能够看出一二 时间刚才提到了日内瓦当地时间2月15日的下午 北京时间2月16日的凌晨 地点世界卫生组织的总部日内瓦 这场新闻发布会是68分钟左右 关于溯源的内容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会议进行了20多分钟的时候呢 美国的媒体具体来说 美国的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就在线提问了 他的问题呢 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呢 世界卫生组织溯源团队 这些专家的内部似乎是有一些小的分歧 他就想了解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呢 究竟会如何得出结论性的报告 或者说大家都同意的报告 而且这一位记者还特别提到了 在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中 中方的科学家 中方的团队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发言权 在这个问题之后 这一位美国记者还问了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可以看出他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 无论是专家还是这个管理团队都非常重视 首先就是您看到的安巴雷克 这一次世界卫生组织溯源团的组长 或者说是领队 他做了回答 接下去就是您看到的这一位博士 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管 那就是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 瑞安他也做了回答 当然我们重点还是看世界卫生总干事 谭德塞的一个说法 谭德塞的讲话是三分多钟 四分钟吧 那我做了一个概括 核心的内容是三点 第一点 未来的报告 不管是减版的报告 还是详细版本的这个所谓的溯源的报告 都不太可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 那么他也提到了一点 实际上在所有问题上都不应该达成共识 谭德塞的这个话 直接来听 直接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实在的 似乎是在暗示说 分歧确实是存在的 当然他并没有提及 是不是中方的团队 中方的专家有不同的意见 谭德塞发言回复的第二个要点 就是他特别强调了 溯源团队的专家们是独立的个体 具体来说 这个溯源团队只有两名成员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员工 或者说是专家 那么别的这些成员 实名成员是来自不同机构 甚至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谭德塞就特别说 他们是独立的 世界卫生组织 不会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他还特别强调 这些独立的专家 就将发表自己的独立的报告 似乎是在说 最后的版本的报告 都会参考这些专家们的独立的意见 第三点 谭德塞还特别提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作用 他说这一次去到武汉 其实是一项独立的研究 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 或者是研究 这个研究就由来自 10个机构的独立人士组成 世界卫生组织 在其间的作用是协调 谭德塞的这一番话 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 我就注意到 很多朋友都在讨论 也有不少表达了不满 当然也有声音就指 媒体是报了假消息 那么客观来说 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 确实是做了这样的表述 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 是协调专家团队的 主要的这些科学家 都是独立的人士 当然非常有必要值的一提的就是 谭德塞说了这番话之后 之所以引发巨大的一个争议 甚至是批评 恐怕还有以下这样的一些 现实的原因 相关人士有一些现实的考量 第一点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 2020年5月份的决议 那么谭德塞就会被赋予这样的责任 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 尽早逐步启动 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进程 谭德塞2月15日的这一番说法呢 那毫无疑问就是打的是独立牌 或者说高举的就是独立的这个旗帜 包括这些专家 都是独立的机构独立的个体等等 但是公正和全面 也是世界卫生大会 对于谭德塞的一个要求 如果只是把各方的专家 可能也包括中国的专家的意见呢 整体就杂揉在一起 那如何又体现这个公正和全面呢 所以这个可能是不少人愤怒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那就是说呢 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作为一个庞大的机构 它发挥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这个溯源团队专家的名单 就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初步拟定好 然后呢就交给中方 两边呢一起来商量 最后确定了人选的名单 同时呢 在这次溯源团去到武汉 2021年1月14日到2月9日离开 此前的几个月 那么去武汉要去哪一些地方 要做哪些事情 包括中方要准备哪一些数据 其实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在和中方来进行一个磋商的 从广义上来讲 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呢 那可以说是协商 但是具体来说呢 这个权重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发挥的又不是一般的协调 和商量的作用 所以谭德赛这次说呢 世界卫生组织只是居中来协调 来做一个协商 恐怕呢 确实又有一点轻描淡写的意思 第三点 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那就是所谓的独立溯源 这个说法 其实最早是澳大利亚的官方 在2020年3月底 4月份提出来的 澳大利亚的所谓的独立 就是跳出世界卫生组织 并不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作用 而是由相关的国家 推荐专家 形成一个团队 来进行一个溯源的调查 所以这个独立 中国方面 对澳大利亚可以说是 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评 然后施加压力 一直到现在 中澳关系都没有恢复 当然这个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两相比较起来 谭德赛作为世界卫生总干事 他说的独立 这一次说的那么斩钉截铁 但是和澳大利亚最早的设想 相比呢 那这个独立的成色要差不少 根本也不是一回事 凡此种种 谭德赛 他这样说 无论是世卫组织的协调说 还是调查的独立说 确实是显得有一些突兀 具体的原因呢 那可能各方有猜测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中美两个国家的博弈 那给世界卫生组织 给谭德赛本人带来了压力 那是毫无疑问的 透过媒体记者的提问也能够看出来 回到2月15日的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进行到45分钟左右的时候 您现在看到的陈卫华 中国日报驻欧盟分社的社长 他就获得了提问的机会 那么他的提问比较长 如果说不是现场的主持人去打断他的话呢 他可能还会继续来提问 那么他提问的一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呢 谭德赛就在会议上提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虚假的信息 那么他就问谭德赛 您实际上是在指媒体上的口水战吗 陈卫华接着还提问 美国的国务运动发言人就已经表示了 不会接受独立专家小组的报告 那么就想问世界卫生组织 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什么样的立场 陈卫华还特别在提问的时候 就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溯源专家团队的一位叫做达萨克 我在之前的很多节目中 也重点提到了这个人 陈卫华就是说呢 达萨克就认为 不要过度依赖美国的情报 那么谭德赛很快做了回应 毫无疑问 谭德赛也听出了陈卫华的这个问题的弦外之音 他就特别强调 我今天所说的关于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内容 就与我们昨天或前天听到的任何具体情况没有关系 毫无疑问 谭德赛在这里呢 也是抖了一把机灵 他不愿意就直接提到美国 毫无疑问 也不愿意去介入到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对陈卫华的问题 可以说呢 谭德赛就是点到为止 然后就把问题交给了 世卫组织的另外一位科学家和官员 让他做一个相对务虚的一个表述 最后我们再来快速的看一看 世界卫生组织溯源团队的专家 或者所谓的独立的专家呢 越来越多的引发了关注 包括一些批评 现在有媒体就指一些科学家有通中或者通共的嫌疑 当然这个说法呢 非常的抢眼球 那如果换一个相对平时的说法 就是有一些专家确实和中国方面 或者说和中共方面有着重大的利益关联 这个说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最突出的这一位就是达萨克 他是英国出生的美国知名的科学家 同时呢也是美国的一家组织 叫做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 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的官方政府部门呢 就对他做主席的生态健康联盟 有大量的投资 那么他把这样的一部分的资金抽出去 又投入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进行病毒方面的研究 那么他和石正丽是老相识 有可能也是老朋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确实和中国方面有着重大的一个所谓的利益冲突 那么我们中国人一般有这样的一个惯性思维吧 瓜田里下能避嫌的 还是尽量低调一点 那么我就注意到 当素援团队还在武汉来进行相关的调研工作的时候呢 这一位达萨克就已经接受了美联社CNN和Sky News的采访 而且无一例外的都对中国的开放透明以及配合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达萨克之外 现在也有媒体呢 就把目光又盯准了 安巴雷克 那么是世界卫生组织武汉素援团的领队 或者说是团长 相关信息就是说 安巴雷克在2017年的时候就接受了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国际食品科技联盟颁发的一个科学精神奖 那么可能言下之意就是说呢 它和北京方面也是关系密切 这种关联意味着什么 那每个人的解读不同 我对安巴雷克这位丹麦籍的科学家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呢 在1月14日他们进入到武汉 再去到武汉的玉树临峰酒店进行隔离 坐上大巴的时候呢 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 他就横拿着手机 在手机靠窗的那一侧 毫无疑问 他正在展示一张名片 他希望媒体们能够看到他的联系的信息 还有一位专家就是荷兰的病毒学家 马里恩·库普曼斯 他就被媒体披露 说是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科学顾问 他的头像个人的信息 现在还在网上挂着呢 等等 那么这个是三位专家 现在媒体呢就盯得比较的紧 那么未来可以预见到的是 根据这一份专家组的名单 恐怕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北京和中国的关系呢 会被媒体披露出来 比如说日本的专家 比如说越南的专家 俄罗斯的专家因为地缘上的这样的一种接近性 那么很有可能他们过往会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的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甚至是政府部门来做合作 未尝可知 那么再考虑到这份名单 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出稿和中国方面一起商量 最后北京来点头的 所以未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关联被披露出来 我相信呢也是迟早的事情 我个人的一个感想就是说呢 因为现在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确实非常的多 外国的专家去到中国做项目的合作 做科技的探讨 或者说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来安身立命 这个恐怕并不奇怪 但是呢像达萨克这样的 当专家们还在武汉忙着溯源的时候呢 他就频密的接受采访 这个频度远远的高过安巴雷克 而安巴雷克是世卫溯源团的团长 或者说是领队 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达萨克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是比较明确和清晰的 就是对北京的一个配合表示赞赏 在溯源结束之后 达萨克又在推特上强调 他是溯源团队中间的一个小组的小组长 具体来说是动物和环境小组的小组长 那么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代表溯源团队的 那么其实在互联网上 在推上 在脸书上 很多一些朋友呢 也都认为达萨克就是代表溯源团队 甚至是代表世界卫生组织的 关于这一点呢 我就曾经两次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回复 那就是在这个溯源团队中呢 毫无疑问 安巴雷克 那么他本身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员工 他也是团队的team leader 那他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能够代表世卫的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世卫就特别强调 别的一些科学家 都是作为独立的科学家 来发表他们个人的体验和观点 这些独立的科学家 就包括达萨克 包括丹麦的科学家费谢尔 包括前面刚才提到的荷兰的科学家 库普曼斯 以及澳大利亚的科学家 德怀尔或者说道怀尔等等 这几位专家近期就频密的接受采访 可能有非常多的媒体 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来求证 这些专家是不是代表的世卫的声音 而世卫恐怕也已经是有点疲劳了 我就多次发邮件给达萨克 我在推特上也尝试和达萨克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请教 希望做一些求证 那么达萨克就没有给我任何回复 一方面我相信要采访达萨克的 大的机构媒体 非机构媒体很多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只是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非机构媒体 所以呢 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机会 更多的一些耐心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阳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 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您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您心有余力 也欢迎来对我进行打赏 或透过会员的方式来做支持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溯源 我们真的有太多的理由 来透视和反思 这一场人类的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